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介紹這個系統的結構 大概已經說明完畢了 我這邊再稍微回憶一下 這邊有一個地址 讓大家再加深一下 如果說有一個系統 它的結構圖長這樣子 而且這個系統 這個是一個Color的系統 讓大家看得懂 它是一個Color系統 那我現在要求 各位做一下 想一下 我現在才能回憶 我們來做一下 我看到 這個系統 它相當於說有三個字系統 對不對 一個在這邊 一個在這邊 對 一個在這邊 那第一個這個子系統 這是一個標準的形式 如果它不標準 那什麼是標準 這個就是我們最熟悉的 對不對 這個很快可以寫出來 它是這樣子 這裡是Y的係數 對不對 Y的係數 就是 1- 但是要變好 1加2L的-1 -3L的-2 這邊是X的係數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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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對不對 跟這個長得不一樣 但不是標準的呢 各位要想到做一件事情 就是做Transpose 可能是Transpose 就是把所有箭頭轉向 然後再交換輸入輸出 如果我們把所有箭頭轉向 現在變成這樣子 然後這個往中間 雙方變成往兩邊 雙方變成往兩邊 然後往下邊往上 這個是 假設這邊是 An 其實An就xn 這邊就是xn 然後這裡是 En 好了 交換這樣 所以現在是 En Xn 這樣就Transpose 對不對 這張圖我們看起來 不習慣 如果說你把它轉過來 讓輸入在左邊 這個在右邊 下面這個其實都沒動 對不對 你把它翻轉過來 翻轉過來 這個都沒動 只有這個變了 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相當於這樣子 它其實也是這種形式 而這裡這個係數 要維持 一樣 然後再翻轉 然後再翻轉 所以你把它翻轉過來 就變成 在這邊是-2 8 這邊是4 所以這個子系統它是怎麼樣 它是-2 它是-2 這邊是y的係數 對不對 1加2d的-1 -8d的-2 然後是這邊 然後再來是個1-4-5 就是這個 它這一個跟這一個 它是這樣子過去 兩個是並聯,對不對? 所以是加的 因為他們會在這一個地方 從這邊兩個加在一起 然後再來是這一個 這一個跟這兩個是串在一起 所以是相成的 所以這邊是承女 這一個 這一個是什麼? 我肉要一個 肉要一個箭頭 肉要兩個箭頭 再相當於標準的 然後這邊沒有的 所以只有這邊 那一次它就沒有分母的部分 對不對? 只有分子 它是 191 1加9 e的負1 加e的負2 兩個相乘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系統它的transfer function H 等於這樣子 那我現在要求這個 H0 因為它是摳羅的 所以這個H0 就是我對 HD裡面的力取極限 令力也無限大 所以這個都沒有了 這個都沒有了 所以就留下5 然後這邊 5加1 就是6 6乘以1 等於6 所以大概就是6 你說這一個是不是 這一個 箭頭改成什麼? 就說這個往上 這個往下 就說這個往上 這個往下 那你就做做看 比如說現在箭頭全部改方向 這個不改 那就是transfer 從下面那張圖的經驗 你大概就知道了 你說改成這樣子 改成這樣子 就一樣嗎? 沒有 不會一樣 你還是要再把它transfer一遍 如果你不transfer也可以 這個 這個應該可以直接算得出來 可以看 這個 這個 假設這邊是 這邊是BD的話 BN的話 這邊用YN 那這邊YN 這邊也是YN 對不對? 那這邊是YN YN延遲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9YN 加上YN-1 就是這個點 然後這裡 然後這裡再延遲一次 然後跟這個相加 所以 這樣子過來 YN就是 我把這裡延遲 那這邊就-2 再加上這個BN 所以這個關係就有了 對不對? 那當然你要把它變成transfer方式 所以你再把它D轉換 把它D轉換 把它D轉換 就是YN YN 等於9YN 乘以D的-1加YN D的-2加YN 好 所以 就是這裡這樣子 所以這個YN D 所以D D 就會等於 1-9YN D的-1 再-D的-2 就會變這樣子 有點不一樣 跟這個不一樣 好 這一種的 跟這一種 又不一樣 跟 好 就是說 這兩種不一樣 知道吧 因為這一種相當於說 是標準的 然後少了這一邊的 這一邊沒有 對不對? 那這一種相當於是標準的 但是少了這一邊 這一邊的東西 所以不要搞混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它就是 只有分母 沒有 只有分子沒有分母 它如果是這一種 就是只有分母 沒有分子 OK 反正你把它想一遍就 這個 應該就不會有問題 只要考試的時候不要看錯 好 好 所以這個 是 這麼一回事而已 考試只會比這個 稍微難一點點而已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第五章 是一個 另外一個主題 叫做取樣 取樣原理 好 我們一開始在講 這個類比訊號到數位訊號的時候 就是做了一件事情 叫做取樣 對不對? 好 意思就是說 我原先 連續的訊號 然後我寫s,c,t c代表continuous 長這樣子 這是連續時間 的時間總 是 s,c,t 然後我如果把它做取樣 這個是s,n 那我們說s,n跟s,ct 它們之間是這樣子的關係 這個還記得嗎 意思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 我在 這一個 連續的訊號 每隔 7時間 我把它抓出一個 s,c,t 要下來 這樣子 所以才會 s,n 等於s,c,n,t n等於1,2,3,4 等等 那麼就是 t倍 兩倍的t 三倍的t 那個地方 這就是取樣 取樣在開頭面看起來 很容易 這個概念 非常容易理解 但是我們現在 來探討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現在 這一個東西 你把它做 複利頁轉換 它 我們寫成這個形式 s,j,omega 這個是 這個是 負利頁轉換 負利頁轉換 就是 我把s,c,t 乘上 ponential -j,omega t 對時間 t積分 這是 負利頁轉換 類比訊號 負利頁轉換 那如果說 這一個 離站的訊號 我把它做負利頁轉換 我們做 d,t,ft t 用這樣子一個形式 你這個式子 來做負利頁轉換 d,t,ft t,ft 我請問大家 這個跟這個 有什麼關係 在time domain 他們是這樣子的關係 對不對 那在frequency domain 這個跟這個 會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我們snare來看的問題 要了解嗎 我們現在要來探討 這個跟這個 有什麼關係 就是 取樣前跟取樣後 他們在frequency domain 是什麼關係 好 要來 了解他們的關係呢 我們要 從取樣 它的動作來看 我們現在 把取樣 表示成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如果這個s,ct 它是這樣子的 那麼我把它乘上一個 這個st st 是這個數學式子 這個數學式子 它的形狀是這樣 它就是一根一根的 這是t 但是它 除了 0 d,t的那個地方 值 是1之外 然後 每間隔大7 我先隔大7 就 重複一次 重複一個copy 2t 又一個 3t又一個 這樣子 這是一個 所謂的impus train 像火車一樣 給impus impus的火車一樣 一個一個的 我把這一個東西 乘上這一個 那各位可以想一下 它會變成什麼 就是 只有在 這個地方 會被 乘到有值的 對不對 那介於0到t 或者是t到2t之間的 都已經沒有值 所以就會被 切成這樣 就在這些地方 有值 跟1相乘 那它就會變成 相離散的形式 對不對 所以取樣 其實它相當於 把 內比訊號 乘上一個 impus train 所得的 基本上概念是這樣 但是呢 這個 表示法呢 我們要 要 那個 理清 我把 內比訊號 乘上 impus train之後 其實它還是 內比訊號 它並不是 離散訊號 這個還是內比訊號 所以我這邊用 圓括號 t 那它 變成類比 變成離散的訊號 其實 有經過 另外一件事情 這個叫做 sample for 的 那其實 用白話來講 就是重新 把它編好 成完之後 它雖然 一根一根的 但是它其實也是 聯繫時間的 只是 某些時間沒有值 這些時間 就沒有值 就這些有值 那 它 它要變成真正離散 離散 離散是用這個符號 表示 這個n等於 1234 這個是 一個一個的 你要把 第一個時間 第二個時間 這個時間點 重新編好 變它的序列 完了之後 它才叫做 離散訊號 這樣了解嗎 但基本上 這個跟這個 是一樣的 只是說 它中間有 幾乎一個電路 就是 hold它的 這個 這個值 把 這些時間點的值 把它抓下來 要重新編好 一個一個的 OK 插在這裡 好 那我們現在要 來探討 這個東西 跟這個東西 它在 Fing and Stone 是什麼關係 我們現在要 來做這一點 好 那 我現在呢 先把 這個 s s s t 表示出來 是 他 乘以他 對不對 是 s ct 乘以 st 相乘 那 也就是說 我把 sct 乘上 summation delta t-nt 那 title main 現在 這個等於 這個乘以這個 如果我現在看 frequence 我們已經 提過很多 測這樣子的情況 如果 title main 譬如說 我們在講 離戰的時候 st 跟 ht 做 convolution convolution 完了之後 然後我再把它算 複利頁轉換 那它的結果會是 這兩個 這個 相乘 對不對 high domain convolution frequence domain 就是相乘 那如果 high domain 是相乘 它在frequence domain 是什麼 就是convolution 但這邊要再 除以 2π 所以 這邊是相乘 所以這裡 你把它轉到 frequence domain 它這裡是 2π 分之1 然後它的 這個 副利頁轉換 跟這個的 副利頁轉換 那其中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它是 是 我們如果 把這個 副利頁轉換 用這個符號表示 就是這個的 副利頁轉換 OK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 這個 副利頁轉換 它是什麼 ST ST 是 這個東西 那它的 副利頁轉換 是什麼 因為ST 等於 sumation δ t-nt 它是 impulse train 對不對 如果我現在把它 用副利頁急速 展開 它可以寫成 S k x exponential J k ω ST 累加 k 從負無限大 到無限大 這裡是 副利頁急速展開 從這裡到這裡 我把它用 副利頁急速展開 副利頁急速展開 就是這個式子 對不對 就是若干的這個 exponential 這個懸波 的線性組合 那其中這個 Sk 其中這個 Sk 就是 負利頁急速展開 的係數 它是 t分之1 然後我對 ST 我取一個周期 對不對 取 譬如說 負二分之t 到二分之t之間 取一個周期 然後乘上 我們就負 j k ω ST 對時間t 積分 得到的 這個ω s 是 t分之2 排 因為它的周期是t 對不對 好 所以 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 取一個周期 ST 取一個周期是什麼 就是Δt 所以它其實是t分之1 就是Δt 然後取一個周期 就是Δt 乘以 Δj kω s t 然後 積分 這個積分會點一段 Δt乘以這個 積分一個周期 譬如說 負二分之t到二分之t 的一個周期 這大t也就在t點0 有字 為1 對不對 所以你t點0 帶到這邊來 就是1嘛 所以它積分就是1 的這個結果 它乘以t分之1 就是t分之1 所以其實Sk就是t分之1 所以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就可以直接寫這樣 它其實就是t分之1 是分量 是分量 zkω s k 等於 負無限大到 無限大 這樣子的負一的急速展開 所以我們如果現在把這個 帶到這邊來 我現在對這個t分之1 smetion 是分量 zk AOmegaS7 做伏利液转换 會有多少 這個當然你們忘記 ΔT的伏利液转换 有多少 E對不對 ΔT-T0的伏利液转换 是甚麼 Espin-ΔT0對不對 那如果E的伏利液转换是甚麼 2πΔΔOmega 剛好跟這個顛倒 對不對 跟差一個2π的關係 那如果這裡我現在把它乘以 2πΔΔOmegaT 它的伏利液转换 就會跟這個顛倒 這裡就會變成2πΔΔOmega-ΔOmegaT 就會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等於 它的伏利液转换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看這裡 它的伏利液转换 所以這裡的伏利液转换 所以這裡的伏利液转换 其實就是2πΔΔ 對吧 所以這個伏利液转换就是 t分之1 然後smash k 從負無線大到無線大 然後2πΔΔOmega-K kΔOmega-S 我都目前為止的好問題 沒有喔 好一次我們把這一個 等於這一個 把它帶進來 帶到這邊來 帶進來 所以這裡是2π分之1scjOmega 2πΔΔOmega-KΔOmega-S 這兩個做伏利液转 然後這2π約掉 這個跟這個做伏利液转 會怎麼樣 就是把這裡面的ΔOmega 改成ΔOmega-KΔOmega-S 對嗎 這個把它放到這裡面來 所以它就變成 1t分之1smash 分之4 c c c Omega-K Omega-S 好就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我們揮出了 這一個它的frequency domain 這個是 Futum domain 這個是 x s jOmega 這個是 s c jOmega 一次它跟它之間的關係 就是這個式子 好 那 另一方面呢 如果我們現在 再看這個地方 剛剛我們是從這個地方出發 來推出 它跟它在frequency domain的關係 對不對 現在我們把目光放在這一個式子 後面這個式子 後面這個式子 我還可以再把它寫成 它等於 sumation s c nt 乘上 delta t-nt 因為 sct 跟這個inverse train相乘 只有在t-nt 才會留下它的值 對不對 其它跟它這個delta相乘 都變成0 其它的t相乘 它的值都變成0 所以只會留下 t等於nt的這個地方的值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 這個就是它 因為 離散跟連續 它在 它的 domain是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這裡 它會等於sumation sn 乘上 delta t-nt 分從負無線大到無線大 如果說從這個式子來看 我們發現 s s s j omega 就是我對 對這個式子做負利頁轉換 我對這個式子做負利頁轉換 delta t-nt的負利頁轉換 是什麼 我剛剛才插掉 就是 就是exponential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它應該等於sumation sn exponential 負 j omega t-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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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delta 這個負利頁轉換 因為它有平移嘛 所以會有sumation 的部分跑出來 OK OK 好 那 t-tf-t呢 告訴我們說 x exponential j omega 等於sumation sn exponential v-j omega n 這個是d t ft 敵散的負利頁轉換 對不對 就是這個式子 好 如果說我們先對照 這個式子跟這個式子 他們差在哪裡 他們很像對不對 就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差一點點而已 也就是說 這個 其實是這個 如果我把omega 用omega t 取代掉 有沒有 假如你現在 你看嘛 這裡 這裡 這個omega乘上t 然後還有n 就是這個omega 對 就是omega 相當於這個omega 大寫的omega乘上t 如果我把這個乘以這個 如果我把這個乘以這個 用omega取代 那就變成他了 有沒有看出來 有喔 所以其實它 其實它 就是這個 我把omega取代成這個 OK 那也可以反過來說 或者是 x 這個 是 這個 這個 然後 omega 用 omega 除以t 取代 換句話說 這個 相當於 這個 裡面的omega 用這個取代 反過來 這個 相當於 是 這個裡面的 omega 用 這種小型omega 除以t 取代 可以嗎 好 所以 等一下喔 因為寫太緊了 我把這個插掉 再重新寫一下 先把這裡插掉 就是說這個呢 或者是換句話說 x 本來是說 jomega 等於 x s j omega 裡面的omega 用 omega 除以t 取代 OK 那 剛剛這一個 我已經推出 它是這樣 長這樣 它是 t分之1 s c j omega -k omega s 然後我要把 這個omega 取代成 這個omega 除以t 就是說這個我用那個式子 帶進來 然後要把這個omega 取代成它 對不對 所以 它應該要等於 這個 用這個 這個許代 omega 除以t 解掉 k omega s 這樣子 ok 然後剛剛 哇 就插掉了 這個 omega s等於什麼 它等於七分之二拍 這一個等於七分之二拍 沒有問題 就只是進度量 因為omega s 是 我剛剛把這裡做負力的極速展開嘛 剛剛不是把它做負力的極速展開 這個omega s 是 是 t分之二拍 因為它現在的周期是t 對不對 所以是 t分之一 但是因為進度量 所以要乘二拍 所以這個等於t分之二拍 所以最後 我們把它 這個t 提出來 把它寫成 這樣一個完整的形式 好 一次我們推出了 這個 跟這個 xc的關係 就是我們 這裡 這個 跟這個的關係 最後我們得到了 就是那個式子 就是這樣 x exponential j omega 等於 t分之一 smash s c c t分之一 omega 減二 拍 k 好 最後得到這樣也是一個結果 我們先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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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下課